设计限制一 车辆设计的形式 在高压空气竞速车专题里 我们把车辆设计的题材放宽 例如赛道型的赛车 像F1赛车 或者防车型赛车 例如利曼型赛车 或者其他形式的超跑 都可以作为车辆设计的主题 希望大家在设计制作的空间 可以更宽广 设计限制二 车辆的动力 高压空气推进的动力 可以选择使用内进式18mm的PVC水管 或者6cc以及12cc的高压钢瓶 两种动力的使用 我们可以互相搭配器材 以及资源相互配合 例如经常性的测试 也许我们用自制的PVC管的推进系统 中级的测试或者竞速的比赛 我们就使用高压钢瓶 既可以节约资源 也可以让我们的测试评估更为全面 设计限制三 车辆设计的尺寸 在高压空气竞速车的专题里 必须规范大家设计的尺寸 例如车长一律在200公里 也就是20公分 车高一律在50公里 也就是5公分 车宽一律都在80公里 也就是8公分 为了让大家后续在最佳化 以及改善的部分有些空间 我们的允许误差可以在5公里之内 这里所谓5公里是指正的5公里 也就是基准上我们可以超过200公里的车长 50公里的车高 80公里的车宽 但是不能比原来的设计尺寸还要小 这样的目的是在维持竞赛的公平性 另外有关车轮的尺寸部分 我们规范在直径小于40公里 也就是4公分的直径范围以内 设计限制是车辆的最小重量 为了公平性 我们车辆的设计限制最小重量 必须大于150公克 这样的限制有另外一个目的 希望大家车辆设计的结构强度 必须有足够的能力 经得起反复的测试 而不是一次性的测试后 即毁灭 设计限制5 合理的乘坐空间 所有车辆设计的目标 都必须考虑车辆内 人的使用空间 也包括赛车 所以在高压空气竞速车专题里面 必须考虑我们的赛车里面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让驾驶者乘坐 这部分的简合方式 和我们车辆设计的尺寸相关 例如我们的车高 必须达到50公里 车宽 必须达到80公里 在我们前头以面 80×50的范围内 我们必须达到总面积的50% 也就是80×50除以2 2000平方公里 截面积以上 例如右下角这张照片 左边赛车的设计截面积 小于50% 不符合我们赛车的规范 右边赛车的总截面积 大于50% 符合我们的设计规范 以上的设计限制 都是希望我们的高压空气竞输车 大家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 去发展自己的设计 完整的学习我们工程设计专题 希望大家能够做的探究实验 以及相关活动